反服貌的學運延燒 而博敖亞洲論壇呢 4月8號到11號將在海南召開 那我方代表前副總統蕭萬長呢 他將和大陸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面 就是反服貌學生占領國會以來 兩岸高層的首次會晤 而蕭李會是否會觸及服貌議題 以及李克強對於這個太陽花學運 他如何表態呢 各界非常關注 那馬總統之前提到了 論壇上可能很多人都會問到 這個服貌爭議 他希望蕭萬長可以說明實情 也就是對於抗疫學生的訴求呢 政府能做的都做了 但是要退回服貌無法同意 因為這對台灣的傷害太大了